作詞・作曲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整次收看超越巔峰 其實這個盤 有一點雞蛋裡挑骨頭 我必須講真的 因為今天這盤為什麼沒有像昨天那麼強 或許你們這幾天已經有觀察到 今天這幾天台積電紅海並不強 那紅海不強的原因大家一定歸咎於 因為巴佩特把蘋果的股票賣了一半 可是觀眾朋友你知不知道 昨天廢範跌3% 蘋果股票還漲了1.5% 那蘋果的股票還漲1.5% 為什麼今天的紅海就是漲不動 防個跌這就叫做雞蛋里挑骨頭 因為外資連續四天賣草紅海 借券又從4萬多張變成9萬多張 我常覺得台灣的外資真的蠻厲害 真的蠻厲害 他賣股票還可以放空指數 他賣股票也可以借券賣出股票 什麼他都要賺 那為什麼說難做 你如果針對這紅海月季不好就算了 紅海七二營收是5724億 是月增16.63% 年增21.98% 創了歷年同級新高 前七個月的營收是三兆 4463億是年增6.50% 創了歷年同級新高 第三季營運是季和年都雙增 現在各位瞭解為什麼難做了 在八王寧我們現在看這張圖表我們來看電腦畫面圖 以前你們會講說台幣這樣下來是升值了 因為台幣扁所以外資前衛會出去台股會跌 這個就更好玩的現象出現 你知道台幣從7月31號以後每天都是往下做升值的 往下是升值因為數字越來越小 那往下升值的情況下應該錢會進來才對 至少錢不會出去 所以我說這個行情充滿了一些矛盾 就是要等這些全部都化解開的時候 變成一致性的時候 這大盤才有辦法真正的落敵 因為你看一下亞洲股市上陣南韓恆生日經 沒有一個股市向我們跌那麼多沒有啊 我們自己會發生的原因就是雞蛋裡條骨頭 因為昨天的融資啊 昨天的融資增加了三億 所以我們今天要殺 但是大家沒想到 其實現在的借據賣出餘額還是滿高的 所以我還是要跟觀眾朋友們講 你不管怎麼樣 我麻煩各位 你希望股票能夠慢慢的穩下來 我們盡量不要讓法人雞蛋裡挑骨頭 你說二三億七的鴻海 對啊 它還在半年限這裡 業績那麼好 你有外資才賣啊 對不對 外資連續四天賣 我再給你看一下借券賣出 這個借券賣出才高 但是一般來講下跌式的時候 大家不會去談論這個問題 因為你們看到的就只會看 因為這個 你看借券賣出最近多多少 我再多一個給你看 因為大家會挑骨頭 只會挑這個 挑什麼 啊 融資增加啦 融資增加啦 我也承認它增加 增加5300張 5300張的融資會比6900 12張的借券來得多嗎 大家不會去討論這個 因為現在鴻海是往下砍的 這樣各位清楚了吧 所以我說外資就是這樣啊 他管你有沒有創歷年同期薪高 他想砍就砍了 所以我才會講 雞蛋裡挑骨頭嘛 你如果說昨天的蘋果是大跌 那就算了 蘋果已經沒有跌了 蘋果昨天還逆勢 漲了1.5% 所以為了賣而賣 那大家就只能先忍耐一下 那真的這個行情會反覆的震盪 但是我必須講 機器人的股票還是真的很強 我沒有辦法叫各位買 其實最近我只是讓各位去了解說 大盤經過這一波的一個 無情的下砂以後 你們以後做股票真的要謹慎一點 第一股票真的不要太多了 任何一波的下砂 你如果股票太多的話不好顧了 這是真的 然後盡量不要融資 現股的話我覺得機會還有 好不好 那我們也跟各位說明過了 我現在的Youtube訂閱人數很多 那LIOT還要再加油 因為你們如果說真的這個行情 你不大清楚怎麼操作 我最起碼在LIOT裡面 我也會每天一定寫兩次 大盤 比如說每股收盤了有沒有什麼一些看法 或者是我講完盤有什麼看法 我在LIOT上面也會寫 等於說你也可以有個參考 你也有個參考 我最近一直也跟各位講順風好做 逆風難為 太多留強要選擇超越巔峰 我就跟你講真的 8月5號那天大跌 但是一個升值 後來有沒有反彈 你講這個問題就好 我有時候看 為什麼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也給各位看 我說你看這張圖表 這是不是升值 8月5號當天大跌1800點 台幣也是升值 很多時候細節的地方都會長 都 你們額後來看你都會會心理下 我看法跟人家不大一樣 8月5號那天很緊張 加減指數碰到0.38的位置 我跟各位講 這裡會反彈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 現在整個大盤的位置好了 經過了這幾天 我們看一下 你看 對不對 0.38的位置還有縮角 所以是安全的 這個很好用 二三類電子骨也是 對不對 2330的 對 通通已經解除危機了 所以你一看你就很清楚 剩下的就是 我剛才跟你講 還有一些指標股的做一些調整 你可以看到禮拜一那時候 所以說我為什麼說會留下火種 就是請你要看台幣 正常來講台幣 正常來講台幣在大量的升值的情況下 你要讓錢大量的匯出是有困難的 那外資現在自己我認為他也在做一些調整 反而是 我最近一直在講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說明這件事情 因為自營商還是站在賣方 不管漲或跌自營商都還站在賣方 這個無解 所以我才會講說其實 有人問我說大盤是不是真的落底 你們要我講真話還講假話 我覺得要問自營商 因為自營商對大家的維持力是真的是滿清楚 還有就是加添指數跟融資的減肥的幅度到底夠不夠 這也是我們這幾年一再研究 就是說我加添指數的跌幅跟融資的減肥的幅度是有沒有成比例 目前還是沒有 也就是說加添指數的跌的幅度是大於融資減肥的幅度 所以我覺得還要再震盪一段時間 如果講心裡的話還要再震盪一段時間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還要震盪一段時間 台積電 我們當時也是跟各位講21個月我這裡應該是不會跌 21個月回檔0.38位置不會跌 半年限是有支撐的 那我也拿這篇報告給各位看 我說真的有時候 你外資在操作上來講的話 你一直在評估 像昨天為什麼台積電會大漲 因為某一個外資機構又說上調到一千兩百多塊 你或許會講因為廢辦跌的時候今天台積電要跌 那你看一看如果跌的話你是不是應該站在買房 我常覺得台積電是拿來控盤沒錯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不經意要問 那你昨天上看一千二的 那今天是不是剛好跌下來可以買台積電 會不會買台積電 你們覺得他們會不會買台積電 我不知道耶 因為昨天那個報告也是 全部人都在談論昨天台積電的報告 這邊沒有寫 昨天昨天就是 對啊你看看 一千兩百二十塊 所以昨天台積電就上來了 那我問你 你買東西就是這樣 人家如果跟你開價一千兩百二十塊 一千兩百二十塊 就不用我們去買東西 導播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今天台積電你要賣我一千兩百二十塊 我把台積電當個商品一千兩百二十塊 你認為你的價錢是一千兩百二十塊 那今天台積電 我講慢一點 我看你們的邏輯跟我想法有沒有 那他說到一千兩百二十塊 那我問你那今天台積電跌到八百九十六塊 是要買還是要賣 買 買 買 你看看他們會不會買 這就是很簡單的邏輯 我為什麼常常在講說 對你們調高平等 就代表說你們的想法是應該台積電有這個價值 不要你們每次講話就上來 結果掉下來你又不買 那你調高他要幹嘛 你調辛酸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一點節目大家應該也有看 那個主持人問我說 紅海為什麼會跌 因為有兩大利空 第一個是講是說 巴菲特爺爺把蘋果賣了一半 第二個就是 GP200有瑕疵 所以影響到紅海 我就直接回答說 那如果真的巴菲特爺爺爺把蘋果賣掉會影響到蘋果 那蘋果為什麼昨天 最半跌3% 蘋果逆勢漲1.5% 跟紅海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真的GP 水冷式的 有問題 那不會只有影響到紅海 台積電會不會影響到會啊 所以我就想說 有些東西是 為了下跌找理由 那是最 我覺得這 做股票何必這樣 對不對 你看 禮拜一的時候 那時候 我記得 我就解兩檔股票 一檔台積電 一檔紅海 還有聯發哥三檔 我什麼拿出來講 我說 欸 7月30號 外資報告是1588 我講完以後 第二天他拉到掌停板 昨天也上來了 這今天的聯發哥 也就是說 你可以寫報告 我沒有辦法去阻止你寫不寫報告的問題 問題你這份報告寫完以後 你的動作是什麼 這才是重點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你7月30號在這邊寫報告 還在1220塊 你說會到多少錢 來我們看一下 你說會到1588 這才幾天而已 你1220塊 你跟觀眾朋友們講說到1588 誰不買 買啊 我買啊 結果呢 你賣啊賣啊賣啊 我講完以後稍微 稍微有買 我那天講完以後有買 昨天又賣了 昨天又賣了 今天更不用講了 你覺得今天他會買嗎 這有時候 你們做股票本來就要看 我是沒有辦法寫報告 我只能分析而已 你們自己還是要慢慢去評估 這市場上 很多人要想股票怎麼看 就比如說鴻海 我為什麼幫他叫區 那半年現在大概在163塊5毛附近 就是外資拼命要賣啊 你就是想要賣 你就是想要賣鴻海啊 我看到業績那麼好 我就是想賣他 我順便 我借錢賣出我也要增加 我看你們有誰有那麼大的力量 可以撐住我 你用融資撐我 我就笑你說 哎呀你看融資增加這股票 該死 那不然怎麼辦呢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創造情緒 要怎麼辦呢 你們說呢 人家的報告已經出來 已經創了歷年同期新高了 還要被你無情這樣子砍殺 砍殺還原來借借賣出 又不允許那他用融資買 那你叫鴻海要怎麼操作 這就是台灣股市難做的地方 就這樣 我講實話 我剛剛是不是一開始我就破解了 兩大利空 因為那個是主持人問我 第一個 因為巴菲特爺爺 把蘋果的股票賣了一半 是啊 那這個消息已經講了幾天了 四天有了吧 那昨天廢範跌3% 為什麼蘋果股價還逆勢漲 不漲1.5% 今天黃海為什麼不漲 他不漲的原因就是因為外資賣了嘛 借借賣出多了嘛 然後因為融資增加了嘛 那如果說 算了這不講 如果融資做都有錯的話 那台灣乾脆把融資整個廢掉不要了 不然每一次要在最後殺盤的時候 都一定要什麼 要斷頭啊 要融資斷頭才會 才會直跌 我有時候是覺得 有力量的人 他沒有順著這行情去走 他的做法就會引導著這股市裡面 舉步為間 真的 現在有多少人在看我的節目 不錯 你們還是滿理性的 我這樣分析完 我可以跟你講 你手上有紅海台積電的 你放心 我每天幫你接 我不認為紅海會繼續跌 真的 我昨天也說過 他已經快要背離了 你慢慢看下去 那至於機器人概念 我沒有要叫各位買 那只是看盤的重點 因為盤在 昨天是無差別在漲 那我看到的 的確是機器人概念比較強 我沒有要各位去買 因為畢竟昆行15塊多就介紹 那我也沒有要各位去買索羅門 畢竟41塊就介紹 我們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叫各位去買 反正這系統店我覺得股價還比較低 你們自己自己看 因為現在行情不好 講什麼樣的股票 你們其實 大概也沒有什麼心情 那的確今天機器人概念股 你看今天的坤銀 差一點拉到漲停板 今天索羅門也這樣拉了 那系統店一路有拉 但是尾盤的時候 可能有些當衝的 就這樣衝來衝去衝來衝去的 沒有那麼強 但是我覺得也還不錯 他最起碼 那以股價來看的話 已經又重回季線還不錯 這種股票也是 我又覺得 我沒有要你去買 繼續賣出也增加那麼多 很奇怪 觀眾朋友很奇怪 他賺的比索羅門多 賺的比坤銀多 甚至比最近有一檔標股高峰 他賺的比他多 都是機器人概念 融資在減 你看融資在減 借券在增加 我隨便你們拉 你們 做股票如果不看基本面 我也不知道要看什麼 那你問我說基本面看什麼 我說基本面最後是看一次EPS 那有些人又不同意 他說要有一個夢 看的是未來的夢 下跌到這一種階段 要做什麼夢 應該讓大盤更穩下來以後 我們要關心的是第四季 還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反彈坡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重點 至於說有些股票委不委屈 就看各位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就像鴻海一樣 我也替藍天教區 為什麼替藍天教區 我給你看這份報導 你看你覺得交不交去 七月營收21.6億 年增45% 居歷年來同期次高 前七個月營收合併 增加11%歷史新高 一家公司佔歷史新高的股票 我可以跟你講 它的靜值高達73.44 股靜比只有0.75 左看右看我就是覺得很不舒服 我還寧可它不是電子股 是什麼股 我是資產股也好 為什麼 這是我盤中寫的 南天收盤也沒那麼高 盤中的時候我看到金層106塊 我就是把它翻一下 金層是高雄的建商 它第一季佔0.54 靜值48.53 那股靜比高達2.18 來看一下2524 我沒有說這些股票不好 收102還不錯還收紅的 所以我讓你比較一下 它收到102塊 收到102塊 我盤中看到106塊的時候寫的 然後股靜比是2.18倍 那你們也知道說藍天的資產有夠多 我跟你講 為什麼現在難做 你知道嗎 坦白講我也覺得有時候有三條線 為什麼 明明看到業績就是那麼好 這些業績會假的嗎 7月已經說年增45% 你說這公司會不好嗎 前幾個月創個歷史新高 你會覺得不好嗎 都是好的 問題遇到不好的行情 那就只能鼻子摸一摸 我就左看右看 我說 那既然它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我們來看它歷史新高價錢是多少錢 一家公司營收創歷史新高 來 它以前歷史新高是320 你現在320 距離目前的股價只有六分之一 剛好六分之一 我不知道啦 我又覺得說 你們要怎麼把一檔股票去看待它 以後一定要還它一個公盪 這底打得那麼漂亮 我做股票我都找底型 你說為什麼我替它叫區 因為 你如果說業績不好就算了 這業績是創歷年同期新高 一到七月創歷史新高 股價只有之前股價的六分之一不大 大家還棄之必息 那我才會做這比較表 我說 我恨不得你是營建股 你乾脆不要當電子股 你當資產股好 你當營建股好 臺北雙子星有股份 都更也有股份 在中國大陸那邊 百腦會 那建案一堆 還有全工百貨 那麼賺錢的一家公司 就是 七月營收出來年成長百分之四十五 一到七月創歷史新高的股票 結果 還不如營建資產 人家的淨值高達2.18 你說那麼辛苦幹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做股票就是這樣 我為什麼 會用比較分析來衡量 我看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解 一到七月 合併營收一百四十三億 年成十一八 站在歷史新高的深圳 站在歷史新高又有賺錢的一家公司 結果連淨值都到不了 這個香港蚊 Sind 這種感覺就跟紅海一樣 一個好學生拼得老命 創了 一到七月創的歷史新高 結果股價要這樣子 給外資買受盡的折磨 這就是台灣股市 所以你們問我說 我要選什麼股票 我說很多股票我想選 但是我真正想選的是有價值的股票 雖然機器人的股票有上場被我講對 但是有很多機器人的股票是真的EPS沒那麼好的 我也不是挺喜歡的 我只希望說台灣股市是建構在未來可以真實反映基本面 當這一次的真正的籌碼沉澱以後 籌碼沉澱我不要講那麼直白說一定要融資大減什麼 這有時候很殘忍的為什麼每次都要建構在你們都把錢輸光了以後 大盤才會談 因為我沒有像外資那麼有錢 對啊 外資這波真的賺很多 光是指數不知道賺多少 那你也應該貢獻一些回合 好多報告都你寫的嘛 回來吧 我還是看好這張股票 我覺得說利用在拉回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去布局一些有背離的股票 股票其實有在最後趕底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就是股價 股票上低 二次黃金交叉網上為這地檔背離 剛好箭頭在這裡 我覺得它會反彈到這裡 這才是我的目標 那我也不知道現在大家這波幣不幣得漂亮一點 因為這起碼 我有跟你講過的股票 我坦白講我會顧 但是你看那麼多節目 你有那麼多股票 你有這波有沒有幣不幣得開 我不知道 假設你有避開的 你需要這檔股票 我只有LIOT 你可以藉由LIOT跟我們做個聯繫 我還是老話一句 任何股票最後都要反映基本面 反映基本面在我的世界裡面就是很簡單 就是EPS 其餘免談 你要嘛就是EPS拿給我看 另外一個就是你給我看你的鏡子 如果你沒有賺錢 你又低於鏡子 那不用講了 我告訴你這種股票我非買不可 我就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我以前也有個名言 101價值兩百萬一瓶的話 現在旁邊的房子只有一百萬 你連夜都會去買 所以為什麼我看好藍天的原因就在這裡 那有需要這檔股票的請LIOT掃描 然後或者藉由電話來跟我們聯絡 預祝各位操作勝利 也預祝全天下的父親節快樂 謝謝 見到你了